中国和日本几千年的交往 通过这些战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 日本在侵略中国前必定会首先完成对朝鲜的侵略 在唐朝时期日本趁朝鲜半岛内乱之时 果断派出几万大军和上千艘船只入侵朝鲜 在这危机的时候唐朝派出了援军 最终在唐军和朝鲜士兵的共同努力之下 日本才被赶回了东营老家 到了明朝中日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冲突 当时日本的实际掌权者封城秀吉派遣了几十万大军入侵朝鲜 很快就拿下了朝鲜当时的首都 朝鲜的掌权者不得不向宗主国明朝求助 接到求助之后 明朝皇帝立马派了几万先头部队进入朝鲜作战 在经过了长达七年的抗日战争 日军最终败退 这两次战争虽然战火没有烧到中国境内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日本入侵朝鲜的目的肯定是在为入侵中国做准备 否则拿下一个小小的朝鲜 怎么可能需要几十万大军呢 到了近代 中日间还爆发了甲午海战和侵华战争 在进行这两次战争之前 日本最先完成的仍然是对朝鲜的侵略 然后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入侵中国 由此再次证明了中国在被日本入侵前最先遭殃的必是朝鲜